末日丧尸爆发后 重生的我带着大量物资藏到了学校的旧情访 此时的学校里 大家为了几口吃的已经上演起现实版杀戮游戏 看到之前霸凌我的人要么被丧尸咬死 要么被更凶残的人杀死 我默默拉紧了窗帘 啪 清脆的一巴掌将我打回现实 我瞪大了眼睛 看着面前趾高气扬的周婷 一时间茫然无措 别跟我装傻充冷的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就不知道谁在学校说了算 周婷打个响指 几个跟班立刻嘻嘻哈哈搬起一桶干水 毫不客气地从我的头顶浇下来 冰冷的感觉终于让我清醒起来 熟悉的味道 一样的情景 相同的话语 是丧尸爆发前一天 班里的小太妹周婷和她的跟班们 在厕所霸凌我的时候 一记飞踹袭来 我捂着肚子瘫倒在地 额头冷汗层层 只不过 这次的痛苦中夹杂着兴奋与狂喜 我重生了 前一秒刚被丧尸咬断喉咙 下一秒便重生在了丧尸爆发之前 而距离丧尸爆发 只剩短短的一天时间 真是蠢货呀 二班有这种人真是倒胃口 是啊 干脆死掉算了 直到他们慢慢咧咧离开 我才扶着强站起身 慢慢走出厕所 迎面碰上班主任和班长两个人 说说笑笑地走过来 班主任张老师 他对我遭受霸凌的事情 早就习以为常 不以为然 以前我还会向他求助 后来才知道 他只会觉得我在给他添麻烦 为什么不欺负别人 就欺负你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你是不是也有做错的地方呢 面对浑身湿漉漉的我 他再一次选择事儿不见 绕过我继续向前走 不过这次 我开口喊住了他 张老师 我的父母要来看我 我想请假出学校一趟 我所在的学校是寄宿制的 学校里商超医院书店 应应俱全 没有特殊情况 和班主任的签字 并不允许出校 张老师果然又觉得 我给他找麻烦了 不悦地皱眉 你怎么事儿这么多 现在又不是月末放假的时候 你父母要是来 就隔着栅栏看一下吧 看来想在丧失爆发之前 逃出学校是不可能了 不过这在我意料之中 这样的话 张老师 我下午想在寝室休息可以吗 我现在很不舒服 张老师想了想 终于点点头 现在是下午四点钟 距离丧失爆发 还有二十小时 回寝室的路上 我给爸妈打去电话 告诉了他们上一辈子的事情 我的爸妈都是普通人 赚钱不多 省吃俭用 送我来这所离家 几百公里的私立学校上学 就是想把最好的都给我 对于我说的末日的话 他们丝毫没有怀疑 因为压根不信 但是 当听到我日常在学校被霸凌 甚至在丧失爆发的时候 被同班同学当成诱饵 推出去丢了命 我妈在电话那边哭得气不成声 我爸虽然愤怒 还是尽量克制着情绪 乖女儿 你在学校不要怕 我马上开车接你回家 爸 来不及了 我知道 他们是因为心疼我而选择了相信 看了有些阴沉的天气 我心里越来越紧张 我们学校是封闭管理 明天下午开始丧失爆发 外面只会更早 说不定现在路上已经出现丧失了 咱们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要赶紧囤好物资 一定要活下去 他们还想给我打钱 我也一并拒绝 现在突然大量采购物资 肯定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这边已经想好对策了 你们也要注意 买东西的时候多跑几家店 不要暴露地址 墓地 千万别被别人盯上 等危机过去了 你们再来接我 又交代了一些事情 我们才不舍得挂断电话 收拾好情绪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寝室 寝室里 舍友王洪正躺在床上玩手机 看到我回来 他眼睛亮了 秦玲 你回来得正好 我刚来了立假 快给我冲一杯红糖浆茶 再把我弄脏的内裤洗一下 他就这样自顾自地说着 仿佛替他服务是我应该做的 我N了一声 来不及换下失衣服 开始为他准备红糖浆茶 什么时候开始 我成了受欺负的对象呢 大概是刚开学的时候 为了跟舍友打好关系 我主动承担起了打热水的工作 后来 宿舍的卫生也落在了我头上 渐渐地 他们变本加厉 直到我开始反抗 第一次挨了打 然后是第二次 第三次挨打 最后即使不反抗 我也会成为出气同 他们把这些作为谈资 告诉班里其他同学后 班上的同学也开始了对我的霸凌 直到现在 整个学校都知道 有我这样一个瘦气包 可以尽情欺负 低着头走在路上 都会被不认识的人拦住 喊我买奶茶 稍有不从 便会被拳打脚踢 欺辱嘲笑 好了没有 我等着喝呢 你怎么这么磨叽 王红不耐烦地敲打着床檐 不忘向别人发语音吐槽 我们宿舍的秦陵 跟蠢猪一样 蹬手蹬脚的 我将红糖浆茶粉 倒进热水杯 顺便拿出两粒 之前积攒的安眠药 掩成粉末也倒了进去 王红毫无察觉 心满意足的全部喝光 躺下的时候不忘叮嘱我 别忘了洗我的内裤 哦 确实差点忘了 我用衣架挑起他沾满血的内裤 顺便把阳台上晾晒的内裤 一起全部打包 统统装进黑色垃圾袋 随后扔到了公共厕所的垃圾桶里 没过一会 王红便打起呼噜 我这才换了一套干净衣服 拉出自己的超大行李箱 开始打包行李 丧尸爆发后 肯定不能带在宿舍 我需要找个安全没人的地方 悄悄躲藏起来 我把自己所有的衣服 日用品 护肤品 平板 台灯 充电器等放进行李箱 又将电脑放进背包 被子 铺床的垫子 打包放进开学时 带来的红蓝编织 半个小时后 我长舒了一口气 拉上自己上铺的帘子 拖鞋放在床边 做出床上有人的假象 趁着下午宿舍没什么人 我将行李藏到了一层 公共卫生间的最里面一个隔间 在里面反锁后 踩着行李箱又爬了出来 丧尸爆发的事情 我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被霸凌这么久 我早已经看透了人性 没有人值得相信 简单收拾了下 我先去了校医院 校医姐姐对我三天两头 来这里报道 已经司空见惯 没等她开口 我拿出自己准备好的药物清单 跌打药 各种感冒退烧药 止痛药 止泻药 止咳药 各种维生素片 点酒 酒精 各十份 买这么多 又是同学让你帮忙带的吧 她也知道那些人渣常欺负我 让我买各种东西 包括一些常备药 我摇头 这次是帮自己买的 校医姐姐边帮我拿药 边从抽屉里 拿出一瓶红色包装的喷雾 送你瓶防浪喷雾 我觉得你可能用得到 我沉思了一会儿 面对极少数出现的善意 我做不到视若无睹 但我自己都不知道 能不能活下来 更不要说帮别人了 临走的时候 我还是留了句话 最近天气很差 这两天会有暴风雨 校医姐姐还是赶紧买点东西 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比较好 下午五点 出了校医院 我抱着东西 直奔学校北楼的旧琴房 我想到的末日藏身之地 每个学校都有那么些灵异传说 我们学校也不例外 其中最出名的 便是旧琴房闹鬼事件 旧琴房位于学校北楼顶层 面积足够大 有一百多平 还有个小卫生间 传言十年前有学生在这里自杀 此后经常出现灵异事件 有人说半夜时分 琴房里会突然传出弹奏钢琴的声音 有时候是哭泣的女生 学校很快将那里疯了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对旧琴房避之不及 连带旁边的几间教室 也受到了冷漠 我之前经常在南楼教学楼 向这边眺望 但玻璃窗内厚厚的深色窗帘 阻挡了一切视线 重生之后我立刻想到了这里 别人越是避之不及 越是藏身的好地方 末日不怕丧尸不怕鬼 只怕人心叵测 趁着还在上课时间 周围四下无人 我偷偷溜进北楼 这里一层是阶梯教室 全校开大会的地方 二到三层是活动室 包括围棋室 舞蹈室 新的练琴房等等 四层是学生会办公室 以及一些社团活动室 五层是科学实验室 六层则是旧琴房 和几个空置的教室 从一层到五层 都有新加装的电梯 六层却没有 我怕乘坐电梯遇到人 便爬楼梯来到六层 六层果然空空荡荡 一个人也没有 走廊的两边都是空置教室 在长长的走廊尽头 拐个弯便是旧琴房 怕对面教学南楼有人发现 从楼梯口到旧琴房时 我直接蹲在地上 贴着墙边一点点挪动过去 到了旧琴房 我发现除了木门上的一把小铁锁 外面还加装了铁栅栏 栅栏外也有一把大锁 锁上都是厚厚的机灰 确实长年没人开过 透过门缝向里瞧 昏昏暗暗的 实在看不清有什么东西 我想了想 点开外卖软件 花了三百块 买了个中等大小的夜压钱 预约了六点钟下课室去拿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我也一刻不停地 做着同屋子的计划 随着下午课结束的铃声响起 我也出现在校园里 跟着拿外卖的人潮 凑到学校围栏处 拿我的夜压钱 七点钟 热闹的校园渐渐平静下来 教学南楼灯火通明 大家开始了晚自习 我也回到旧琴房外 将夜压钱的前口 卡在铁栅栏门的大铁锁上 加紧后按照说明书的方法 使着浑身的力气用力一脚 咔哒 锁句硬声而断 没想到这么顺利 我心里一阵狂喜 拉开铁栅栏 继续去剪木门上小一号的锁 万幸也顺利剪开 随着吱哑一声 厚重的木门 被我小心翼翼地推开 里面漆黑一片 一股凉意肆意扑面而来 身上历史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此时的房间 就像无尽的深渊 看不清内容 像是要吞噬一切 我吞了一口唾液 想到这里是自己末日生存的唯一希望 便把心意横 借着手机瓶微弱的亮光走了进去 一种腐烂木头的气息 从鼻尖直气入肺中 我忍不住咳嗽了好几声 摸索着在屋内绕了一圈 发现偌大的房间有东 南 北三面窗户 上面挂着厚重的窗帘 不透一丝光亮 我这才放心打开手机照明 里面空空荡荡 只有七八只铁架双层床 从旁边的空置教室 搬了几张桌椅 回到旧秦房 我掏出背包里的电脑开始 连插座和网线 经过尝试 这间房有四五个插座可用 网孔只有一个能用 连接好线路 我没费多少时间 便黑进了学校的电路和网路系统 我庆幸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不俗 等弄好一切 我才趴在桌上休息 我需要等 等到半夜才能开始行动 八点钟 晚自习结束了 人群嘻嘻嚷嚷地往宿舍方向走 教职工也纷纷从大门离开 九点钟 就请铃响起 全校西灯 只有几个大瓦数的路灯 还在工作 十一点钟 我操纵电脑将全部监控关闭 电路也改为只有我能开启 拎着夜压前出发 到达拟寝室楼时 里面漆黑一片 已经上锁 我从一层公共卫生间的窗户处爬进去 踩着窗台进入最里层的隔间 打开门后拖出行李 又奋力将自己的行李通过窗户搬出来 将行李放回北楼一层 我马不停蹄地向学校超市跑去 我需要在几个小时内 搬运足够的物资回到旧勤房 以零元购的形式 五分钟后 看到超市只用一条铁链 随便在门把手上绕了一圈 我松了口气 随着夜压前咔哒一声 超市大门被我打开 不敢耽误时间 我从超市服务台处 找到地牛插车 电动推车 找了几个手电筒 直奔超市水饮区 我原本想一次性囤积5L的桶装 纯净水50桶 节约一些 按照一桶能喝一周算 能喝一年 结果超市里所有品牌 加起来只有30多桶 大容量的饮用水 我只好不管规格 把凡是能拿的瓶装水 饮料统统拿了一遍 地牛虽然有2-3吨的承重 但只靠在插车上放个木板 没法一次性拿太多东西 将水从超市运到北楼5层 我开着地牛 足足走了5趟 花了一个多小时时间 想到还要靠自己 将东西都搬到6层 我一时间想哭 再回到超市 我拿了好多个购物框 接下来要搬运的是巧克力 糖果 压缩饼干 面条等能提供足够的能量 且不占体积的食物 这次我将货架全部清空 购物框落了好几层 地牛上还富裕空闲 我直接又将速食区的火腿肠 午餐肉罐头都装上了 再次回到超市 能看到的酱料 老干妈 蘑菇酱 牛肉酱 我尽量多拿 干海带 紫菜 咸菜 也拿一些 拿泡面的时候 虽然桶装比较好吃 但是带装的更省空间 我几乎没有犹豫 就决定囤带装的 各种口味来了一箱 直到地牛不能再网上落东西 我拿购物袋 又装了二大袋洗漱用品 才回到北楼五层 下一趟 我搬了几箱保质漆较长的牛奶 二箱橙子 二箱水果罐头 几盒鸡蛋 拿了几个热水壶和电煮锅 几箱卫生纸和一抹筋 十来个充电宝 几个手电筒 几个望远镜 一个工具箱 地牛上还有很多空闲 我干脆把自己喜欢的零食 只能装的都装上 直到实在不能放了 再次回到北楼卸货时 已经凌晨两点了 我稍微喘了口气 戴上准备好的手套 开始从五楼楼梯口 向六楼的旧琴房搬东西 从来不知道 我有这么大的潜力 5L的桶装水 我一手提两桶 背上还能用登山包再背一桶 三趟以后 我摊在楼梯上大口喘气 决定收回刚才的话 知道自己不能停下 可我双腿发抖 胳膊发酸 实在搬不动了 手机传来震动 还不能暴露自己 只能憋屈地咽下这口气 这时妈妈的电话也打了过来 林子 你怎么样了 我跟你爸租了几辆面包车 把全程的百货超市跑了个遍 每家采购一部分物资 装满了就停小区附近 现在趁晚上开始搬东西了 我看囤的东西能吃两年 我替他们松了口气 我也在搬东西 你们买点防身的武器 等明天白天让我爸加工门窗 爸爸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林子你在学校别害怕 情况好转 我们就去接你 我正要拒绝 妈妈又抢过手机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你赶紧干活 林子 你一定要加油撑住 安定下来再给妈妈打电话 挂断电话 我突然又有了干劲 想到科学实验室有动滑轮 我立马凭借记忆找了过去 万幸的是 不光找到了动滑轮 我还发现了一辆小平板车 不幸的是 我用动滑轮和楼梯扶手 组成省力工具的做法失败了 白白耽误了十几分钟 还不如我直接背东西上楼方便 幸好 从从楼梯口到旧琴房的距离 我还可以用平板车 我继续一趟接一趟的搬东西 或许经过了几十次 直到我双手全都起了水泡 用磨破 再到鲜血林里 双腿也开始止不住的颤抖 又酸又胀痛 四点半的时候 我从超市搬进来的物资 终于全部塞进了旧琴房 且只占据了半间屋子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 又去了五层的科学实验室 不愧学费那么高的私立学校 东西真全 从物理室拿出太阳能电池充电板 脚踏车式发电机 手摇发电机 拼力弄回旧琴房 化学式的大桶酒精 小冰箱 我也没放过 甚至生物式的水培植物 种子 还有几盆多肉 也被我搬上楼 这个时候已经清晨五点多钟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把逼牛送回超市 又转了几圈 拿着三个折叠泡枣筒 一些湿测纸和毛巾 虽然是末日逃生 有机会的话 还是想着能洗洗澡 又拿了扫把波及 五点五十八分 结束了所有工作 我操作电脑 将学校的电路与网络恢复 早晨六点三十分 学校的起床铃响起 我用编织绳 编成逃生梯的样子 拴在旧琴房里的铁床上 顺着窗户放下去 出了房间 关上木门和铁栅栏门 用两把大锁在外面锁上 确认无误 跑到琴房下一层五楼对应的房间 从窗户那边 踩着逃生梯回到六楼 收起逃生梯 做完这一切 但是并不想吃东西 七点钟 手机传来不停震动的声音 我硬撑着爬起来 通过电脑看监控 原来是超市被盗的事情 在学校里炸了锅 班里群里 大家都在猜测 是内贼还是外盗 看大门的老头都快七十了 天天睡得那么死 不被偷才怪呢 监控都被掐断了 就咱们学校治安保水平 哪天宿舍被盗了也被奇怪 学校立刻报了警 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警察来 我松了口气 自己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这场闹剧很快被平息 直到九点多钟的时候 学校出现了丧失的苗头 三层的一个学生 在课堂上突然口吐白沫 浑身抽搐起来 我调大监控视频画面 发现男生两眼翻白 口吐白沫 嘴里发出粗重的喘息声 狠狠咬着后槽牙 他以一种扭曲的姿势 蜷缩在地上 浑身僵直 不停地站立 我认出来 这个男生前几天刚 因为翻墙外出上网吧 被记过处分 在全校人面前做了检讨 讲课的老师吓了一跳 赶忙让同学去叫校医 两个校医抬着担架 很快赶来 像模像样地检查了一阵 是癫痫病犯了 说完话 校医把人抬走了 因为是上课时间 风波很快平息了 其他班的也并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事 10点30分 全校老师像是收到了什么消息 纷纷从教室 办公室离开 集体前往GT教室开大会 被要求自习的学生发现 没有老师管理 渐渐乱作一团 每个教室都乌泱泱的 我也再次收到了 舍友发来的挑衅 呵呵 怕挨揍 连上课都不敢来了 除非你退学 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这次非致死你不可 周婷可是到处找你呢 说见你一次打一次 还要扒了你的衣服 帮你拍照片 这次我忍不住了 我还真是给你们脸了 把你们当人想好好相处 你们非要当畜生 杀笔玩意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 在学校混日子也就算了 真当自己混社会了 还作威作福地学会欺负人了 学人家当小太妹 其实就是小丑 我再打了过来 我直接挂断 随之而来的 又是辱骂的微信 你的贱人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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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信号信号 信号信号信号 我们已经告诉周婷了 他跟他干哥哥 不会放过你的 良好的教养 让我没法在脏话上 跟他们进行 更深层次的交流 我将手机扔在一边 不再理会这群丧失口粮 专心看起监控 11点钟 阶梯教室的会议结束了 一部分老师 忧心忡忡地返回了教室和办公室 还有一些老师出了阶梯教室 就直奔学校大门 看门的老头早就收到了指令 死活不开大门 他们的争吵声 远远传到就勤访 不开 校领导都告诉俺了 超市丢了这么多东西 肯定是学校里出了内鬼 一个女老师急得直跺脚 我都说了 跟超市背道没关系 上午有个班里 孩子生病了 症状跟前几天大城市 出现的新传染病一模一样 你还记得前两年 那个口罩病的情形吧 完了学校就要被封了 老头瘦小的身影挡在大门前 气势却不输 说啥也没用 俺只听校长和主任的 与此同时 学校的广播站 开始向全校发送广播 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 所有学生 教师就地不动 听后安排 11点30分 几个身强力壮的老师 抢过了大门钥匙 一群人随之蜂拥而出 广播声也再次响起 请大家务必在教室原地不动 等待通知 违反学校规定的 开除学籍处理 中午12点 统一配送午饭到教室 请大务必在教室原地不动 刚刚安静下来的教学楼 再次吵闹起来 大家纷纷猜测 到底发生什么事 有些得知缘由的老师 也都不安地通过窗户 向外眺望 此时我缓过了劲 到琴房的卫生间 清理了一下手上的伤口 刺痛的感觉 让人忍不住呲牙咧嘴 快来了 我记得差不多上一世丧失爆发 就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12点 下课灵照常响起 教室里的人 并没有等到学校配送的午饭 片刻之后 教学南楼一层那边 响起剧烈的争吵声 我立马调转监控室角查看 T.M.D. 哪个混蛋把一层的铁栏锁上了 东边和西边的楼道口铁栏也锁上了 都到吃饭的点了 既不送饭 也不让我们去食堂 是要饿死我们吗 几个老师模样的人走上前 将为首的学生训斥了一顿 让他们回班里听通知 暂时稳住了局面 我查了下自己所在的北楼 发现这里一层的铁栏也被锁上了 这样一折腾 我的肚子咕咕叫起来 干了这么多活 晚饭和早饭都没有吃 这会儿终于觉得饿了 我开了一桶5L的矿泉水 用从超市弄来的电煮锅 开始煮泡面 挑选了一款海鲜面 切了半块午餐肉 又在锅里打进一个鸡蛋 等待的时间里 我给爸妈发了条信息 爸妈 我这里已经安稳下来了 您怎么样 爸妈的电话立刻打了过来 他们细数着自己囤积的物资 足够他们吃喝两三年 家里的门窗也进行了加固 窗玻璃都换成了防弹的 我长舒了一口气 安心听完他们的主妇 才挂断电话 这时候面也煮好了 风卷残人消灭完 面汤也被我喝得一滴不胜 在我打着宝阁的时候 教学南楼已经乱作一团 已经一点多了 午饭怎么还没有送来啊 听说楼下铁栏门被锁住了 这是拿我们当牲口关起来吗 再不吃饭 饿着肚子 下午还怎么上壳呀 我的手机再次收到语音信息 带饭吧 是不是几天没修理你 又欠揍了 我伸出下巴 学着乌银哥的语气回复 屎屎啦你 你你你 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屎屎啦你 王红瞬间清醒 吼道 臭婊子你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给我等着 我撇撇嘴挂断了电话 王红果真是个头脑简单的家伙 竟然没有意识到 中午没有人回宿舍休息 没过多久 监控中就出现了他的身影 从宿舍冲出来后 正朝着教学南楼一路狂奔 蹬 埋头加速的王红 撞到了一个身影上 妈的 走路不看到的嘛 找抽是吧 王红狼狈的起身 朝着地上的人影 狠狠踢了一脚 那人缓缓抬头 露出一张惨白怪异的脸 眼球翻白 张着大嘴低声嘶吼 正是上午被笑医抬走的那个男生 如果仔细点看 甚至能看到他身上 斑斑点点的血迹 我跑到窗户旁边 小心掀开窗帘的一脚 举着望远镜 全方位查看情况 王红嘴里激里咕噜骂着什么 又上前去扇男生的脸 突然 对方脑袋一转 一口咬在他的手上 下一秒 钻心的疼痛 让王红哭好起来 声音响彻笑缘 教学南楼的窗户 一扇扇被推开 瞬间冒出了无数黑压压的脑袋 打架了 有好戏看了 打 打起来 赢得吃肉 输得吃屎 一个男生兴奋地高声喊叫 人群中传出口哨声和欢呼声 试图火上浇油 王红的叫喊已经变了声 他狠命踢踹着男生 用左手去掰对方的嘴 试图让对方松口 奈何无尽于事 同学我错了 我不该打你 你松口 松口啊 王红哭得上气 不接下气 跪倒在地求饶 男生缓缓张开了口 没等大家反应 下一秒猛然咬在了王红的脖梗上 猛然一甩 吐痴 动脉血管爆裂 剑气的鲜血飞冲出来 王红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摸着自己的脖子 身体慢慢倒下 就 他停止了呼吸 直直倒了下去 两只绝望不甘的眼睛 直直看向我所在的北楼琴房 啊 教学男楼有女生凄厉地叫喊起来 随后惊恐的尖叫声 一浪高过一浪 轰的一声 密密麻麻的惊雷 在我的脑袋炸开花 头皮一阵阵地发麻 我紧紧捂住嘴巴 颤巍巍从窗口出后退 双腿一软 以屁股坐在地上 王红死了 他从宿舍跑出来是找我算账的 死的时候是看向我的方向的 我慌乱地蹬着腿 尽量远离窗口 与此同时 一阵女生永远凄凉的哭泣声 不知从何处传来 一个念头从脑海闪过 就勤防闹鬼事件 恐惧和疲劳感如同大山一样压来 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三点多钟了 周围安静地可怕 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没电关机了 我冲上电 爸妈的电话立马打过来 林子 你怎么了 怎么一整天电话不通 你可吓死爸妈了 想起王红的死状 和隐约听到的哭声 我在密不透风的房间 打个寒颤 安抚好父母 我也克服了心里的恐惧 通过监控查看情况 这一看 把我吓了一大跳 王红不见了 他倒下的地方 只剩下一些尸体的残渣 变成丧尸的男生也不见了 与之相对的 校园里出现了无数丧尸的身影 他们如同孤魂野鬼般 在校园里缓慢地游荡 教学南楼里 学生东倒西歪地 趴在桌上睡觉 还有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 在各个教室来回游荡 关了监控 我深吸了一口气 趁着天还没亮 开始忙自己的事 我把物资先列好单子 轻一点的 分门别类地放到了铁架床上 重一些的直接堆在墙角 所有的充电宝 电脑等设备都充上电 忙到天亮的时候 终于做完这一切 随着上课铃声响起 校园里的丧尸行动 从迟缓变的躁动 对面楼里渐渐热闹起来 我从物资中 选出一盒香辣牛肚 自热小火锅 准备吃早饭 突然 校园里传来 咚个一声闷响 我好奇地 瞥了眼监控 顿时呆住了 对面三楼的厕所窗口处 两个男生扒着窗户 瞪着眼睛向下看 窗户下方 一个瘦小的男生 趴在地上 身下渗出鼓鼓鲜血 双腿显然已经摔断了 畸形地拖在身后 他死命捂着嘴巴 怕发出声响 但丧尸还是被血腥味吸引来了 一只 两只 男生惊恐地拖着身体向后爬 我紧紧闭上了眼睛 不忍再看下去 但耳朵里断断续续传来 对方的惨叫声 和丧尸的嘶吼声 哦 我冲进厕所 苦涩的胆汁混合着泪水 呕在了便池里 我想起来了 那个男生是比我小一岁的学弟 他也经常遭受霸凌 有一次 我被人故意推倒 擦伤了膝盖 是他 在那群人走后 悄悄地扔给我一个窗壳贴 那些微光般的善意 让我在艰难的日子里 不至于失去希望 可是现在 他竟然被推下了楼 我顾不得漱口 重新回到桌子边 利用监控进行追踪 那两个男生 已经把头缩了回去 抱着学弟的书包离开厕所 向班里回走 我盯着他们走进班里 将他们的监控画面拉大 王东 刚刚的事儿 不会被人发现吧 怕什么 你小说和电影白看了 这时候不杀别人怎么活下去 况且 他这么一书包吃的 咱俩不强也是被别人抢走 说的也是 他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 你先给我个巧克力吧 我都饿了 我盯着屏幕上的两个人 心中的恨意愈发蓬勃 与此同时 宿舍群的信息再一次发了过来 傻铃 你是不是在学校外面呢 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有丧失吗 你快去警局报警 学校出现丧失了 我们打报警电话打不通 顺便去买点吃的 一起送学校来 我们被关在这里一天没吃饭 快饿死了 对了多买点 周婷也要 快找人救我们 只要你帮忙 我们保证以后不再找你麻烦啊 我想了想 决定回复他们 外面到处都是丧失 肯定没办法救你们 你先活下去再说吧 至于吃的东西 我只知道高二一班的王东那里有很多吃的 社友没有再回复 我看到监控里 他们立马将消息报告给了周婷 一行人气势汹汹地往高二一冲去 下一秒 王东被人揪了出来 周婷的干哥哥甘华熊狠狠朝对方踹了几脚 妈的 我昨天说没说过 谁都不能私藏吃的 王东和他朋友被接接事实揍了一顿 在对方离开时 两人的眼里分明透出了恶狠狠的熏光 甘华熊将绝大部分吃的自己留下后 分给周婷几袋干脆面和零食 周婷将东西全部揣进了自己书包 社长舔着脸求了半天 只换回一个巴掌 就这么点东西 还有脸跟我腰 再去找吃的 谁敢藏起来就报我的大名 一个社友十分不服气 我们也都饿得不行 一点吃的都不给我们 这次就白告诉你消息了 对啊 你们就是白给 不服气的话 自己找熊歌药啊 周婷白了一眼 使了个眼色 他的小跟班立马上前连番抽巴掌 服不服 服不服 社友的脸立马红肿起来 但为了吃的 仍咬着牙身子不动 助手 一声怒喝响起 班主任张老师带着班长姗姗来迟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还能在班里打架 现在越是困难时期 越是要团结起来 班长 你给我把他们的食物都收上来 我给大家按需分配 班主任义正言辞地说道 眼里分明闪烁着精明的光 班长立刻从他身后冒出头 拿着大袋子上前 周婷 交出来 交你妹 教室门口一个人音闪过 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 血而复反的甘华雄已经弹射起步 一脚踹飞了班长 身后的小弟一拥而上 拿着棍棒开始招呼对方 谁还敢抢婷婷的吃的 甘华雄拍拍屁股站起身 恶狠狠地盯着班主任 MD我最烦老师了 尤其是班主任 从今天起 这个学校我说了算 你最好老实点 不然第一个把你丢下去喂丧尸 班主任一动不动 早就没有了刚刚义正言辞的气势 甘华雄满意地仰起嘴角 朝着班里大喊道 我再说一遍 谁敢私藏吃的 老子一定不放过他 今天起我就是学校老大 他的小弟顺势欢呼起来 我从监控屏幕上收回视线 打开冒着热气的自热火锅 翻后 我开始下载一些感兴趣的电影和电视剧 综艺节目 通过网络得知 现在丧尸已经遍布世界各地 有些地区情况严重 我们所在的地方 就是最严重的一个区域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得救 我切开一个橙子 塞进自己嘴里 藏在就勤房第五天的时候 教学男楼那里 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 全校的食物 几乎都被以甘华雄为首的小混混团伙 把持了 连饮水机和厕所的水龙头也看管起来 不许大家去接水喝 人可以一个月不吃饭 但不能一星期不喝水 高一年级 有一个白富美的小姑娘 家里条件非常好 哪里吃过这种苦头 她带着几个同学 拿着自己的钱包 去找甘华雄买吃的河水 谁知对方收了钱 还对小姑娘动手动脚 跟着她一起来的护花使者 跟对方起了冲突 场面一度混乱 原本这群乖学生 是打不过这群小混混的 但是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气 后来又有一些不认识的人 趁机加入抢东西 最后竟然占据了上风 可惜他们到底太单纯了 打架赢了之后 哪些吃的就离开了 但甘华雄丢了面子 还挨了顿揍 非常生气 大家谁都不知道 这时候她已经酝酿出一个阴谋 半夜的时候 我从噩梦中惊醒 内心隐隐觉得不安 肯定是天天待在幽暗封闭的房间里 导致自己魔症了 我这样想着 准备趁夜色打开窗户通通风 将北面和东面窗户开了半纸宽的缝隙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了一点南边的窗帘 昏黄的路灯下 隐隐有黑色的人影 穿梭在教学南楼的楼道里 如同鬼魅 最后 人影汇集到六层的南厕所那里 厕所里没有摄像头 我趴在电脑旁查看楼道里的监控 等了一个多小时 那群人才鬼鬼祟祟的出来 每个人的手里还拿着拖把制作的棍棒 接下来的情况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刚华熊的指挥下 这群小混混分头行动 趁夜色猛然出击 窜到高一的教室 殴打白天反抗的学生 他们有组织 有预谋 只殴打白天跟他们作对的学生 高一年级有十个班 每个班都有四五十个学生 却被三四个小混混震慑住了 没有一个班级进行反抗 血洗高一教室后 他们又去了高二 高三 这场试暴一直持续到天亮 我从来没有想过 一个高中生竟然能这样丧心病狂 当初反抗的学生 足足有三四十个 此刻全都被绑得结结实实 扔在了二楼的平台处 他们瑟瑟发抖 跪在地上哭喊着球放过 不少人的下半身已经失禁 此时刚华熊就像一个虐杀成性暴君 嚣张地拿着阔音小木蜂 向全校放狠话 PMD是不是听不懂人话 我说过现在学校里我说了算 反抗我的人就是这样的下场 在撕心裂肺的哭嚎声中 一个又一个的学生被踹下了平台 我的心秃秃直跳 不忍再看下去 但监控画面中 南楼的另一侧 两个男人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 大量学生的落地吸引了校园里的丧失 在南楼的另一侧 王东二人睡着下水管 从二楼爬到了一楼 进而疯狂向超市跑去 不过两分钟的时间 他们的身影就闪进了超市里 老大 不好了 婷婷说看到有人逃跑了 进了超市 进了超市 那里可是有数不尽的物资 刚华雄抬手叫停了对反抗者的虐杀 突然气急败坏地给了报信人一脚 那你还傻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追 老大 人已经进入超市 还关上了门 再说了 他俩跑进去后 丧失跟着围了过去 咱们还怎么进去啊 报信的人刚刚吃痛瘫倒在地 小声说道 要不咱们先别着急把这群人推下去 留着吸引丧失 下次咱们冲进食堂吧 食堂肯定有吃的 刚华雄用并不聪明的脑袋想了想 你冷的脸上终于浮出笑容 你这个提议不错 你是叫 您叫我狗子吧 狗子 嗯 以后你就是我的狗头军师了 屏幕这边 我几乎被他的愚蠢气笑 好在骚乱过后 学校重新归于平静 在狗子的建议下 也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反抗者 刚华雄将收缴到的为数不多的食物做了分配 保证每个班每天都能分到一些水和一点食物 如果有人饿得受不了 可以拿钱多换一点吃的 如此又过了几天 丧尸爆发后半个月左右 南楼的食物也消耗殆尽了 一天晚上 刚华雄照例带着裙混混在楼里巡逻 路过高一年级的时候 拐进了白富美小姑娘的班级 几句言语调戏后 她再次开始动手动脚 小姑娘惊叫连连 躲避着哭着求她放过自己 班里的人却都低着头 不敢吱声 求求你放过我吧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哭得离花带雨的小姑娘 拖下手腕上的名表 和钱包一起交给刚华雄 对方却拿了东西 不依不饶 在这个关键时刻 幸好周婷跟她的闺蜜 也是刚华雄的女朋友出现在门口 两个人争吵起来 小姑娘莫名挨了几巴掌 这才躲过一劫 我松了口气 突然未尝到一阵静攒 连忙跑到厕所释放压力 几分钟后 冲洗完厕所 重新回到电脑前 我正准备找个电影 打开一下无聊的时间 门外却传来脚步声 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在 一时间 我全身的血液都有些凝滞 点着脚慢慢靠近房门 将耳朵贴在门上 我大气都不敢出 隐约听到了一男一女交谈的声音 我 我害怕 听说这里闹鬼 我不敢过去 别怕 有我呢 这里是锁着的 看来真的没有人 怎么会有冲水声呢 是啊 封楼第一天开始 厕所处就有冲水声 咱们把整栋楼都搜遍了 还除掉其他原因 只剩下就勤房这里了 冲水声 我菊花一紧 肚子又翻腾起来 通过两人的谈话 就连上一次我听到的哭泣声 也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而是当时他俩就在楼下 女生被丧尸咬人的情形下哭了 接下来的几天 校园里表面上还算风平浪静 实则暗潮汹涌 刚华熊的女朋友和周婷 隔三差五去找白富美小姑娘的麻烦 也多亏了他们的嫉妒 刚华熊对小姑娘一直有心染指 无法得手 那天傍晚 周婷照例来给自己的闺蜜出气 没想到小姑娘直接一条腿跨过窗户 半个身子在楼外摇摇欲坠 周婷脸色一紧 却并没有害怕 你敢跳就跳 我才不信你有这个胆子 你再不跳 我就让他们把你推下去 反正熊哥他们已经干过这些事 小姑娘嘴角隐隐发青 不言不语地眺望着远方 我顺着她的视线望去 两辆装甲坦克赫然出现在远处 坦克速度之快 直接撞飞了拦路而出的丧尸 轰隆隆的声音游远极近 教学南楼的众人也听到了声音 他们以为来了救兵 一时间欢呼声不绝于耳 但我知道 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 坦克驶入了校园里 扫射着周围靠近的丧尸 有人来救我们啦 不知谁高呼吁声 一群男生涌到了楼下 躲在办公室里的老师们 也都挤了出来 他们拿着工具疯狂撬铁栅栏门 全然不顾校园里 还有无数的丧尸 女生们围在一起抱头痛哭 仿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与此同时 坦克车停在了南楼楼下 在一片欢呼声中 车里钻出七八个全身武装的男人 得救啦 得救啦 铁栅栏终于被破坏 一个男生率先挤出 欢呼雀跃地朝着坦克冲过去 哼 下一秒 男生便被抱了头 接下来是第二个 第三个 不论是学生还是丧尸 遭受到的都是无差别的冷漠屠杀 前面的人开始疯狂往回跑 楼上的人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下 踩踏也在此刻的楼道里发声 迅速清理完周边的人和丧尸后 四个武装男人 跑到白富美小姑娘的楼下 撑她一张大网 其他人则在一旁警戒 随时射杀靠近的丧尸 小姑娘没有丝毫犹豫 朝呆愣的周婷玩耳一笑 跳了下去 她被稳稳接住 迅速抱进坦克 只是几分钟的时间 他们边打边退 好发无损地退回坦克里 离开了学校 很快消失在视野里 而学校里 铁栅栏门被完全破坏 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校园里的那群丧尸 更恐怖的是 不少凶残狡诈的人 我默默拉紧了窗帘 这场乱战持续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的时候 空气里都满是血腥味 吃完饭后 我将食物残渣收集在盆中 将食物袋洗干净后 叠好放进箱子 自从上次发现楼里还有其他人 我就特意注意用水的时间 尽量夜里一起冲进厕所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老觉得屋里的气味越来越难闻了 跟爸妈打电话报平安的时候 我才想起来 自己一个月没洗澡了 幸好自己早有准备 从超市拿几个折叠泡澡桶 我烧了十几壶水 才将整个桶的温度控制好 舒舒服服洗了个澡 等我洗干净衣服 把矿泉水瓶里灌满自来水 天色已经暗了 今晚睡得格外舒服 铁栅栏门被破坏后的第三天 学校里的动静渐渐平息 我这才开始查看情况 南楼那边已经满是丧尸了 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同学 此刻要么成了行事走肉 要么被吃得渣都不剩 有几个门窗紧闭的教室里 还藏着学生 但他们面上满是恐惧和不安 恐怕撑不了几天 有些学生跑进了食堂里 他们应该可以生存得更久 而刚华雄和周婷几人 竟然被之前的报信者 也就是刚华雄的小弟狗子 给绑了起来 扔在了二楼平台外 刚华雄浑身血污 挣扎着破口大骂 他妈的二五仔 就算老子变成丧尸 也要咬死你们 周婷和他闺蜜哭的梨花待雨 我们错了 我们也是被刚华雄逼的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超市门口 王东拿着粗销用的大喇叭 狂妄地朝他们喊话 刚华雄 你不是很好横吗 您不是很狂吗 被自己小弟出卖的感觉如何 你没想到吧 自己只值二包泡面 哈哈 连根火腿长都不佳的那种 随着王东一声令下 刚华雄被丢下楼 一群丧尸早在下面等不及了 像恶狼般扑上去撕摇起来 在刚华雄养命的时候 超市门口出现了一辆遥控车 上门用胶带绑着两包泡面 开到二楼平台处 那间没有被丧尸攻破的教室楼下 楼上的人放下尾端 系着塑料袋的绳子 将遥控着提了上去 自作孽 死了活该 我朝刚华雄的方向脆了一口 对他没有半点同情 丧尸爆发后一个月 我在半夜发烧了 虽然学校里已经冷清下来 但我在白天仍然不敢拉开窗帘 怕暴露自己 与之相对的 我好久没有呼吸过新鲜的空气 没有全身沐浴过阳光了 我只能吞下好几种维生素片 摸黑在屋里做瑜伽 平板支撑等运动 来维持自己的健康 尽管如此 我内心也十分满足 自己能存活下来 还不用再遭受霸凌 这简直是上天的恩赐 但在我正庆幸的时候 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引起了我的注意 找了半天没有发现声源 我操纵电脑查看周围的监控 这一看 把我吓了一跳 跟我同在北楼的学生会那两个人 不知什么时候 把编织绳从二楼窗户扔了下去 楼下墙角处有几个人 正攀着绳索往上爬 只不过他们饿得眼冒惊心 手脚根本使不出力气 嘘 别急 别抢 大家一个个来 学生会的人在窗口眺望片刻 又安慰楼下的人 夜里丧失活动减弱 大家尽量小声一点 别把他们吸引过来 一个短头发的女生试了好几遍 半掉在一楼和二楼的交界处 根本没法往上爬 差点情绪崩溃 他捂着嘴轻声抽气 不甘地朝其他人摇头 另一个高个子男生立马接过绳子 脱下T恤绑在手上 奋力攀爬了两下 却也没有成功 学生会的两人很是着急 他回身子商量了一会 将绳子拉了上去 过了一会 两人顺下来一只凳子 接下来是两只 三只 最后是一只桌子 在他们的努力下 楼下的四人顺利进入南楼 随后 几个男生一起拽动 绑在最低处桌腿上的绳子 堆叠起来的桌椅 滑得一下散开了 大概是人多了壮胆 南楼学生会 两人带着他们 救的三男二女 重新开始探索北楼 短短几天 几个人来了六层好几次 这天 我正在大口吃着泡面 就听到门外有脚步声靠近 咱们走吧 香味肯定不是这里传出来的 这里都疯了多久了 你们别忘了那个传说 我才不信什么传说 这秦房到底闹不闹鬼 事实不就知道了 话音刚落 男生猛地踹了房门一脚 吓得我一颗鲁蛋 差点呛住喉咙 两个女生胆怯地劝了几句 怕东京太大 引来更多人 几人这才离开 我这才敢放开掐着脖子的手 压低声音疯狂咳嗽 想起自己挂在门上的大锁 这个小失误让我突然心里紧 幸好他们没有发现 两把锁具都是新的 也万幸我早早抹去了 自己搬过物资的痕迹 当然这件事也提醒我 必须得更加小心地生活 我从物资里又找了两把锁 在里面降门锁上后 这才放下心来 不知不觉间 距离丧失爆发已经过去三个月了 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 每天早晨睡到自然醒 然后做200个仰卧起座 20组平板支撑 随后掀开北边的一角窗帘通风 感受一下阳光的存在 一天吃二顿饭 饭后吃维生素片 温习功课 跟爸妈报平安 晚上的时候 戴着耳机看一会电影 学校的网络在半个月前断了 我没法再联系爸妈 也没法通过监控 查看外面的情况 幸好自己准备了望远镜 黄昏时 偶尔我会眺望远方 学校里已经安静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放了暑假 不过算算日子 也到放暑假的时候了 这天傍晚的时候 我照例拿出望远镜 原本是漫无目的地搜索 视野中却出现了一个小黑点 黑点渐渐变大 竟然是无人机 我连忙拉上窗帘 心里突突直跳 寒算了对方是否会发现我 到底是敌室友 几分钟后 无人机到达学校 我听到外面叶片的响动 从一层到六层 环绕一圈 一处都不放过 随后想起无人机播报的声音 A是202救援组公告 有没有生还者 速速回答 有没有生还者 速速回答 无人机没有发现什么 很快离开 继续飞到了南楼 一层一层开始搜索 但依旧没有任何发现 我推测 学校里还有不少残余的学生 比如楼下学生会的几人 比如超市里的王东两人 再比如冲进学校食堂的人 他们像我一样谨慎 生怕暴露自己后 赶来的不是救援 而是抢夺物资的人 为什么不出去 明明就有无人机 来搜索幸存的人 你们为什么拦着我 小英 你别喊也别叫 我们还不知道 无人机说的是真是假 如果是坏人怎么办 能有什么坏人 继续待在这里 要么饿死 要么被丧尸咬死 反正逃不过死 小英 你冷静一下 我们肯定能坚持到最后的 不要再骗我们了 当时你们两个 非说学生会还有吃的 骗我们来这里 不然的话 我们就逃去食堂了 那里的物资肯定更多 楼下的争吵声 短暂的停了 随即响起巴掌声和尖叫 我贴着窗户听了好一会 突然听到窗户开关的声音 和更大的吵闹声 这里还有人 快来救我们 无人机似乎捕捉到了这个声音 在南楼转了个弯 飞速冲了过来 无人机再次飞回学校的时候 还带来了二面包车人 其中一辆车 车身挂满了碎S块 血腥恐怖 负责将那些恶到眼冒绿光的丧尸都引开 另一辆车停在北楼下 车里下来几个壮硕 但十分警惕的男人 他们拎着铁板手等工具 时刻警惕着丧尸的靠近 同学们出来吧 我们来救你们了 我听到楼下的铁栅栏 被摇晃得框框作响 有女生边哭边说 我们没有钥匙 我们从那边的窗户爬出去 男人浑后的声音 让人顿生安全感 不断安慰他 别着急 带上自己剩余的食物和私人用品 一个高个男生回应 没有吃的了 我们 我们差点就要饿死了 呜呜呜 他们一个两个G二连三 跳出窗户 足足五个人 我努力回忆了下 除了原本学生会的女生 和一个瘦小的男生 其他人都出去了 壮硕的男人反复确认 这个楼里还有没有别人了 我们可不能再回到这里了 没有了 高个男生摇头 你们带了吃的吗 我们饿得都走不动了 壮硕男人使了个眼色 一个小胡子男人 从车里拿出一盒饼干 五个学生立刻争抢起来 壮硕男人笑眯眯的安慰 都别抢 安全区有的是物资 跟我们回去尽情吃 几人脑袋如小鸡灼米 都不停地用手背抹眼泪 要上车了 高个男生一步一回头 跳往楼上 我连忙将窗帘又压低了一些 他突然朝楼上大喊 思苏 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我们要走了 你真的要留下吗 楼上没有丝毫回应 但小胡子难以把 扯住了高个男生的衣领 你不是说没有人了吗 高个男生虽然比小胡子 高出半个头 但现在身板瘦得像落叶一样 在小胡子手里晃荡 思苏要一个人留下 只剩下他了 那他那里还有没有吃的 只有几袋零食 疼 大哥你先放手 好疼 然而还没等高个男生说完 一记铁锤已经砸到了他的腿上 啊 男生撕心裂肺的喊声 响彻校园 原本被吸引到远方的丧尸 有几个开始往这边慢慢移动 有三个学生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 起起跪倒在地 还有一个男生见识不妙 立刻撒腿就跑 却在冲向学校大门的一瞬间 被角落里的丧尸一口咬住了脖子 原本被他们吸引的丧尸 也朝着散发浓烈血腥味的男生喜去 壮硕男见危机解除 撕下男生身上的衣服堵住了对方的嘴 他再次举起铁锤 你们三个回答 如果不说实话 我就砸死他 除了楼上的女生 学校里还有谁 还有哪些地方物资多 不老实的话 你们的下场跟他一样 三个学生已经吓破了胆 争先恐后的将已知的情况尽数告知 包括北楼还有学生会的女生 物资确实只有几袋零食了 学校超市被王东 还有几个男生组成的小队把手 物资最多 食堂有几个学生和食堂的师傅 但是听说物资不多 宿舍里有一些人和食物 但宿管把大门封得死死的 谁也进不去了 事情全都清楚了 你们也没什么用了 小胡子男耍着手里的扳手 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几人 黑黑的笑 这时 北楼上传来一个女生 胆怯但坚定的声音 助手 我的心一阵紧张 简直要骂出声 这个时候还做什么圣母啊 楼下的人刚刚出卖了你 你以为自己还能逃得过吗 但那个叫苏苏的女生 可不会像我这么想 反而从二楼窗户往下扔零食 我所有的吃的都在这里 你们放我同学 我都给你们 饶氏这么说 他丢下去的 也只有三五包东西了 要是前几个月 没有救那几个人 他明明可以撑更久的 小胡子上前将东西捡起 就这么点东西 可就不了他们几个的贱命 这是我所有的食物了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好 壮硕男吃笑一声 带头上前 对着铁栅栏开始打砸 叫苏苏的女生 终于不再淡定 你们做什么 我已经把吃的都给你们了 男人们不为所动 不停地打杂中 丧尸也渐渐围拢过来 小胡子笑嘻嘻地 将高个男生丢过去 在一声声闷吼中 鲜血满地 将最后一个学生 丢入丧尸群后 他们成功进入了男楼 我吓得牙齿打颤 双腿发抖 如果被发现怎么办 如果他们闯进就琴房怎么办 如果 纷乱的思绪让我脑袋爆炸 这些暴徒分头行动 不过十来分钟的时间 北楼就被搜遍了 其中两个男人也来到了六层 一句话没说 轮着斧子 对着就琴房开始猛批 铁气撞击的声音 尖锐又恐怖 我的心几乎从嗓子眼跳出来 内心生腾起巨大的恐惧感 顺着全身细密的毛孔 变成了无数力的鸡皮疙瘩 好在砸了几下后 他们就放弃了 三哥 头可是说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角落 咱们这就撤了 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听他的话了 这破地儿 要珍藏了吃的 那几个学生能找咱们求助吗 你再看看 这灰像有人机的样吗 嘿嘿 我当然听三哥的 三哥说的准没错 两个人又待了一会 一股烟味若隐若现地飘进去琴房 吓得我捏紧了鼻子 不敢呼吸 几分钟后 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终于松了口气 身上的衣服早被汗水浸湿 有种眼看再结难逃 却又绝处逢生 大难不死的庆幸 不多时 这群人骂骂咧咧地出现在楼下 他妈的 还真是什么都没有 浪费时间 他们像铃声处一样 将还在尖叫挣扎的学生会女生 和一个弱小男生的尸体 丢进了丧尸群 而他们自己 则趁机钻进面包车 撞开周围的一圈丧尸后 朝着学校超市开去 看杀声震天 没有了监控的加持 超市那边又有遮挡 我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而且 我也没有心情去关心其他的事情了 我只知道 面对这样的社会大流氓 那些所谓的学校小流氓 毫无招架之力 就像占据超市的王东 在丧尸爆发之初 敢残害同学的命 之后心机深沉地趁乱掌控超市 更是在有学生一次次想冲进超市时 狠心扫出一切反抗他的势力 但现在 他被抓了起来 绑在面包车后面拖行 作为吸引丧尸的肉盾 那些社会人士每一个都是手上沾血 黑心烂透的亡命之徒 区区几个反抗的学生 以为拉下卷帘门 手里拿上武器 就有反抗的能力了吗 这场物资争夺战 持续到天黑 两个面包车的人 将超市和食堂洗劫一空 在学校里睡了一夜后 才在这满满的物资扬长而去 我如释重负 待在旧勤房又逃过一劫 只是 因为那群人破坏了楼下的铁栅栏 现在丧尸也进入了北楼 他们也到达了六层 我甚至能听到 就勤房门外丧尸的低吼声 不过我不出去 他们也进不来 周围有丧尸 比周围有活人更加让我安心 时间一天天过去 丧尸爆发第四个月的时候 水和电也停了 其实外面的社会早就停电了 学校有一套自己特殊的发电系统 已经比外面多维持了一个月 幸好我早就做好了准备 充好了各种移动电源 我还有太阳能电池充电板 脚踏车式发电机 手摇发电机 闲下来的时候 我反复将剩余的食物和水 按照保质期归纳记录 看着满满当当的存货 内心一片安稳 那二面包车人又来过一次 将剩余的一点物资搜刮干净 也有别人进入过学校的食堂和超市 丧尸爆发第六个月的时候 孤独敢再次来袭 我放开胆子 白天也拉开半米的窗帘 沐浴阳光 晚上就敞开窗户吹风 这时候天气已经开始转凉了 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 好想他们啊 丧尸爆发第八个月的时候 寒冬来袭 我裹上所有的衣服 抱着酒精灯煮小火锅取暖 屋外纷纷扬扬的雪花落下 落在校园里的丧尸身上 此时的丧尸变成了僵尸 动得一动不动 如同一个个雕塑 楼里的丧尸也行动缓慢 偶尔有不长眼的 冬的一声撞在旧情房门上 把我吓一跳 看着为数不多的食物 我决定开始减肥 丧尸爆发第十个月 网络恢复了 那天我正迷迷糊糊睡觉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 吓得我直接从桌上弹跳起来 手机也丢到地上 看到地上影影的蓝光 和嗡嗡的震动 我才反应过来 手机来电页面上爸爸两字 让我双手止不住的颤抖 电话接通的一刻 我喜极而泣 乖女儿 你怎么样 外面安稳下来了 你那个城市是重灾区 政府已经组织对那边 尤其是学校的救援了 国家才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啊 你呆着不要动 爸妈已经申请 作为志愿者过去救援了 到时候见到我们你在露面 不要轻信其他人 听到这儿 我就知道爸妈也经历了很多 抢着说了几句之后 他们再次哽咽 缓了一会 我们又继续交流信息 原来 外面对丧尸的研究 已经进入了中后期 丧尸饥饿时会吃人 如果不是饥饿状态 则会咬人 咬人时将毒液注入活体人类 这样的人会在两个小时 这二天的潜伏期后 变成新的丧尸 专家研制出了治疗方法 给丧尸注入特异性的血清抗体 去中和毒素 眼下 全国大范围的丧尸疫情 都被控制住了 我们所在的城市 是最后也是最严重的地区 接连几天跟爸妈通话 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好 半个月后 爸妈告诉我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 他们将作为志愿者 跟随专业人士一起 在第二天进入我所在的城市 我们明天就到 我们申请了去你们学校那边 想要去学校那边的家长太多了 难保有人失去孩子后想不开 懂吗 你自己警觉一点 注意安全 我重重应下 我已经将必需品装进背包 还将一只扳手揣进衣服 时间变得格外漫长 但我早已习惯了忍受等待 夜色渐深 我守在窗户前 终于等到了 破除黑夜而来的一抹晨曦 随之而来的 是十来辆三轮车 和将近百人组成的救援队 他们全身上下 被防护服包裹得严严实实 手里的气枪 时刻瞄准来袭的丧尸 红色的枪里 是针对丧尸的麻醉剂 白色的枪里 是应急用的血清抗体 进入校园后 众人分散 开始找寻幸存者 爸妈已经知道了我所在的位置 他们直奔北楼六层的旧勤房 我背靠着房门 不多久便听了楼道里奔跑的脚步声 和渐渐安静下来的丧尸嘶吼 直到房门敲响 门外传来熟悉 又让我牵挂已久的声音 林子 爸爸妈妈来了 开门吧 我将两把大锁的钥匙 通过地缝送出去 也亮枪打开了房门的锁具 哗啦啦 是铁门被拽开的声音 支啦啦 木门也被打开 耀眼的白光后面 是穿着防护服的爸妈 林子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一家人终于团聚了